我是李嘉豪 他是犹太大屠杀研究学者 我是素金钱 他是半世纪旧书店守护者 我是朱富强 他是档案解密专家的前档案馆馆长 我是麦之华 他是香港广播界一代Diva 他们四个人 每周一定围牢和写信来的你 一起思前想后 因为他们相信生命的奇迹 一直到最后的最后 想听他们四位的Podcast YouTube 心谈节目 请到 wailoo.com wailoo.com wailoo不不算 解忧四人台无底心谈 爱与痛的苟词 生活挑战 人际关系 孤独旁旺 友谊价值 家庭困扰 性以提 分手挂角 前度情结 成长疑惑 离风振扰 听不了的渴望 还有人生白味难题 李嘉豪 蜜之华 苏根捷 朱福强 慰勞不取暖 开始今天的围炉不取暖 今天这封信呢 要考下大家的智慧了 真的 是Victoria这位女士的耐信 交给李之华 帮我们读出 四位主持 你们好 我和现在的先生相识在五年前 我们是教同一间中学的 当时我已经结婚 有一个儿子 而我现在的先生当时 有一段长期的感情关系 我们在学校长时间的共处中 结了深厚的感情联系 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又互相安慰 一切都是源于这段情感的连结 当我转到另一间中学 升做主任的时候 我们意识到 我们的感情 不止是职场上的伴侣关系 这个过程很辛苦 但我们各自结束了以前的关系 我和前夫分居 他同同拍了拖六年的女朋友分了手 我们的朋友和家人 都知道这段感情带来困扰 导致离婚和感情破裂 现在我们已经同居了两年了 虽然我们找到各自的幸福 但是我们过去的感情关系圈子 还有很多人不太接受我们 很多朋友和亲戚 是不愿意完全的接纳我们 因为我们的开市的方式 所以令到他们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要不断小心翼翼地 顾虑到别人的感受 压力真是很大 我们希望可以不受批判眼光 而自豪地在IG分享上片 我们梦想可以毫不担心地 向自己同事朋友介绍对方做伴侣 但是我们仍然要尊重很多年前受伤的人 而躲在阴影之下 我们的关系还要保持多久的秘密呢 两年的时间 应该足够伤口遇合了吧 我们只是希望可以公开 enjoy我们的爱情 就和其他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但是在我这个相当保守的朋友圈子里面 这一天应该不会来到吧 麻烦你帮下我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希望可以在日光之下 open 地展示我们的承诺 那是不是不合理呢 在哪一段时间 我们才可以不用再遮遮耳掩 而是用自豪感 彼此支持对方 多谢你们四位Victoria 在这段关系里面 一个女儿就离婚了 离开了她老公 男儿子拍拖很久了 亦都分了手 当中两边都伤害了很多家人 或者同事都觉得有点不舒服 如何去面对这件事 对着他们 都两年了 所以现在Victoria的烦恼就是说 我很想open 我想enjoy 过一些正常情侣热戀的生活 现在同居都希望 不要遮遮掩掩掩 会不会就是没有这一天的呢 永远都是遮掩掩掩的呢 朱福强你觉得他这一天会不会来到呢 他说这一天会不会来到 我可以很公开 很enjoy地告诉别人我的暖情 可以在Facebook Instagram share一下 甜蜜的相片 这一天会不会来到呢 第一个反应 最简单的答案 你怎样经过心思 你说来不来到呢 我会觉得会来到 始终有一天是会来到的 总不知是 你两位呢 到时候是不是还伤害呢 是不是还这样呢 如果真的还伤害的话呢 这一天一定会得到 什么时候呢 我真的不知道 首先没有这个智慧 因为始终会有一天呢 你的亲朋戚友 不是会原谅你 但可能都已经淡忘了七八八 人的现实就是这样的 他不会永生永世记住你这些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伤害呢 一个人的受了伤 正如很多身体里面的皮育的受伤 基本上我们是有治愈的能力的 你看看《王帝内经》那些 那些这样的本祖国 有治愈的能力 我们的系统根本是 built in 了是一个治愈的 所以既然皮育也可以 心理都不是说不行的 我想说什么Victoria 等一下吧 耐性一点不行 总不知如果你们两个相爱 有时皮育就可能更容易 你的心理呢 现在Victoria 就充满了罪咎感 羞恥感 你只看他子女行间都会觉得 哎呦 那些人又不接纳我们啊 觉得很羞恥啊 很多阴影啊 遮遮掩掩掩啊 麦芝华你第一个反应是 我想答答一下 忍不住又要拼多两句 就是你说有时皮育是容易的 不一定的 皮育呢 有时是前面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 所以就是看两体 心理当然也是有时会前面前面很多年 那这其中有很多因素的 就是个人那个怎么处理啊 譬如那个你有没有真的适当去医生啊 做运动啊之类的 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的 所以不可以一个人 性格上很不同啊 是啊 就是我一向由小到大 一向就很佩服啊 王安石说两句话 叫做天变不足位 人言不足率 人家说什么我都不会理的 当然就是 那些感受我都知道 但是我会想 关你什么事啊 如果我偷到你钱 抢到你钱 你不喜欢我 即我都总会有些羞恥感 这些东西根本不关你事 跟你完全无关的 你这么八卦 这么八婆 这么八公做什么 不一定是这样的 可能他觉得他伤害了人 或者那些同事 同一家学校里面 他觉得那些同事 都觉得对着他有些尴尬 有些discomfort 即是说不知怎么面对他好 即是你如果因为我这样的事 而不开心 就是你的问题 即是跟我无关 我觉得 如果你因为这么生气 我不喜欢我 那就绝交了 我另外可以找过一帮朋友 全世界这么多人 这帮人可以全部撇毁了 尤其是他已经去到第二间中学 其实他的环境都改变了 中学那帮是同事 但是他亲朋即友 他说 封信提到 亲朋即友 不要说亲朋即友 老爸都可以不要 我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 其实我也有生气的 你到现在 你还没结婚 我作为你的好朋友 我就觉得 应该结婚 如果不是你只是同居 你的决心 对我来看 不是很大 如果你是跟你那个男友 是结婚 我是会尊重这段婚姻关 其实很危险 即是第二次分手 就没什么事 如果你结婚 再分手 再上 再得罪一帮人 叔叔 你说危险 什么危险 危险在哪里 危险就是 她的担心 就更加大 因为现在是夫妇 结婚的 我发言 我同意麦芝华说 你还没结婚 就证明你还是拖泥大水的 是咯 有少少未将这件事情 有一个closure 没错 你结婚就证明你的决心 你closure了 于是你的亲朋即友 就会因为这个结束 closure 有一个断落 有一个断落 于是他的亲朋戚友 他可以心理上再上路 你建议他结婚 是出于对他亲朋戚友 对他目光 这件事告一断落 但苏根只是说 他要疼Victoria 他觉得要Victoria的福祉 就不要结婚了 但你的说法叫他结婚 都是出于别人的目光 别人的东西 我觉得你和你现在的同居男友 也是一个承诺 我和你现在不是玩玩的 我为了你 我离了婚 但我现在和你结婚 表示爱你一生一世 另外Victoria 你在整封信里面 没有说到一件事 就是你的儿子 我没有听到你说 你的儿子怎么看这件事 这个我们暂时不说 因为他没有说到 你所有的决定 或者你听完我们的节目 那个儿子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那儿子这边 苏根哲 你就说麦之华开这个方 就是有伤害性的 对Victoria是有害的 但是如果麦之华强调到 他有个儿子的时候 会不会想起了个儿子的时候 其实你都会觉得 他结婚还是好一点的选择 他的伤害物就是因为 因为他第一次是结婚 如果他没有结婚 同居没有制 现在就伤害了 那你还会第二次再无这个危险 他结不结婚 他们自己决定 我觉得他们两个决定 是的 出之当然是他自己决定 我们会提出一些建议 以我们的人生经验 和我们的个性的不同 他有所选择 我觉得 光不光他在那里 都是说回那个说话 就是将来有没有这样的日子 他不用遮遮掩掩 这是什么心理压力 现在处理那些亲朋戚友 那些这样的关系 当然是会很尴尬 但是不要紧要 你都已经处理了 最多你认为他不开心 你就不要带大家一起出 没所谓的 你自己和亲朋戚友聚会 那个男的不去 我觉得你要忍受 但是对于Victoria来说 他已经忍了两年了 其实他觉得两年 都真的是一段 不是短的时间 什么伤口 其实都应该 已经遇上了 为什么好像都不是 在华人的社会 你想这帮人去接受 你现在的丈夫 是没有什么可能的 所以另一个方法 除了结婚 我觉得就是 离开这个地方 我有几个朋友是出国的 我知道你一定说不用 所以我和你完全看不一样 不用离开这个地方 而是离开这帮人 你在香港你会碰到的 不 继续碰到就很狠 不是啊 不狠的 人家瞄你 翻白眼 都挺难受 李家豪 麦志华 蘇根哲 朱福强 慰勞 不取暖 但愿是装饰的片段 匆匆飘过 化作云衣 但愿是刺痛某一天 心想一次 能从今不再见 但愿是我也会沙断 但愿是他开心里变 但愿现在我变成了 不知如今每天 尽我 那么怨 否刺痛 那样 爱多一次 但愿是他终于发现 狠心的雪 再见迈烈 但愿是维远也不知道 飘忽的爱 难长久不会变 我的回忆里面 其实我的社交圈子是经常转变的 比如在十多岁的时候 一班九万四的人 后来全部都没有了 到后来作家协会、社作圈 现在也全部都没有了 即是说一个人的社交圈子 这班人是可以完全取代的 但我觉得Victoria两年了 我觉得离开的地方 他没有转变他的社交圈子 这些人我支持了 我同意你的 我说他始终不需要遮掩掩掩 其中一个方法 可能他根本你都不需要理 不需要理对方 需要理对方 我做的事 我又没有伤天 没有杀人放火 没错 在人与人之间的夫妻之间 真的发生了很多 斯华你说两年 两年根本是很短时间 暂时 疫症到现在已经三四年了 所以会很快就会过去的 始终会有一天的 时间是最好的 是这样的什么 这些私人都说 时间是最好的治愈的方式 等一会 等多一会 但你刚才就是说 那一天是会来到 不会遮遮掩掩 这一天是可以在日光之下的 但芝华说 你一天不结婚 或者你不一天离开这个是非地 你不要指望华人社会那种保守呢 你不结婚 你不做一些很dramatic的事情 包括离开这个伤心地是非地呢 你那天是不会来到的 我不知道你是 或者我们那一阪 有两个不同的看法 一个我们 你当然要做些事情 简单 一个要做些事情 我跟苏生姐说 那你不用做那么多事情 因为你们可以不理别人 他最糟糕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他现在跟他的同居男友 当老公 现在是现任老公 都是教书 你转哪间学校呢 总有人说 麥先生 是我师范的同学 哎呀 现在不是你先生 你是突破不了那个圈子 所以都是 你来来去去都会撞到 是很 很要心要去 如果你不认识我 我就自己介绍 是啊 我以前是哪个老公 现在还做啊 所以根本是 Victoria 为什么要有一种内疚 是根本没必要的 这个是我喜欢的人 我跟他在一起 没抢没抢 没骗你 那为什么不是公明正大呢 那简单回答你咯 那就是说当中在沿路当中 伤害了人啊 令到人愤怒啊 一样东西那么happy 他就不用写信 在十亿人之中 他伤害了那个 但是我是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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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伤害了全世界 不是啊 是全世界啊 不是我是他X老公的 老友 我都受伤害的 以前的外父外母 是啊 老爷奶奶 那那些完全是没有感情的 我都受伤害的 完全没有感情的 不是啊 那儿子呢 多伤害啊 不是啊 有些人呢 外父外母 是来得好啊 少有啦 你两个成孩的交易 不如来出去啦 所以你两个世界很不同啦 麦芝华收金钱 那儿子离婚 都不知多高兴啊 就是暂时解决方法 就是你结婚 就有很多人的口就会收回了 暂时离开 你再回来的时候呢 是好很多的 你说暂时离开 就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移民 移民啊 但是他太大废周章 为了这件事而移民 两年啦 他是很努力的 我相信 在我变作了感爱与感恨 抛弃了昨日再爱多一次 但愿是相逢都厌倦 偷偷上爱 扎作明知 当他一结了婚 就是慢慢去 以成定局了 以成定局 我之后我同意你这个 但是你说移民你不同意 不不不 同意 我刚才都跟Simon提到 有什么需要 他刚刚改了 他刚刚说移民 都是可能是一个方式 不是不是 实际我没有改到的 我只是想说的话 我不是和熙黎 真的伤鬼进行 又来又外 你一定要 你不是一定要我 你疑伤口都是 你一定要首先 要吃药 要查药 我同意 苏庚自己都说 真的这是你自己的事 首先你要自己 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 慢慢你要去摇树自己 你不要经常背着一个十字架 人家受伤 没错 一定是受伤的 所以这个牽涉到 莫之华的策略就是 你说是否结婚好 还有是否离开好 Victoria 你两边都要做 但是我觉得 你先建立你自己 先用苏庚智的整个理论 去建立自己 伤鬼进行 当然最重要一点 就是你都要知道 你有快乐的权利 所以这个处理的方法 就是说 芝华提到 这个处理方法 我觉得Victoria 都应该试试去做 她说时间 两年未够的 可能你第三第四年 慢慢大根就淡了 你当然要有些行动的 不可以好像 苏博士 苏根捷这样说 你你 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 不关我事 但是苏根捷说 如果 你刚才说要做些事 如果你说要做些事 那个所谓的做些事 是去结婚的话 苏根捷是扔了个问题出来的 那大家好像没回答到的 他说 如果是这样 那第一次都结了 你见到一个后果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是不是叫他 又走多一次这条路呢 结婚这一样东西 是给人知道 你是已经立了心 决定了 我会和这个人在一起 就算他不是在一起 但是我都觉得 是应该这样 就是因为这样才惨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 你还在这儿玩玩一下 都有变动的时候 就算了 你能够令自己 不困扰的 都是靠自己的 Victorious 德信尼问我们 就是他都很介意 他那帮朋友 怎么看这件事 不过我觉得 无论你身边的人 或者你的前夫 或者前度女朋友 等等 你要预计了 有可能是他们永远 都是不可以get over 永远都是不可以move on 或者是对你有恨意 或者是有那种不需要 这个是一个 是整个package 你走了这一步 所有一抽的现实 你是要 有时要预计了的 但是你说 多久才能治愈呢 起码这个点 大家看法不同了 朱富强就说 即使你不是怎么做事 人们都不是这么有空的 其实他总是会move on 总是那天会来临的 但是麦芝华就觉得 如果你不做些事 会淡忘的 大家会淡忘的 但麦芝华就觉得 如果你不做些事 是很难淡忘的 因为这个 你身边的人 或者现在我们周边的那种保守 是这样的 那么 阿蘇根捷就是说 是不用理你 只要我自己就可以了 现在总结 分开三种东西 第一种 就是我建议 跪婚 就是可以不结婚 就不要再结婚 第二种 你一直强调这点是什么 哈哈哈 第二种 就是转换社交圈子 将以前那班人撇开 第三种 就是最根本的 就是你自己的心态 要觉得你和你爱的人 在一起生活 是天理来的 是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的 最主要是自己的心态 这种东西如果能够辅导 就其他的事 全部不是问题了 但我的问题是 如果对于Vittoria要move on 为什么你们没有人会提 要么就要避那些亲戚 要么就要换社交圈子 可不可以来一次 叫做come clean 就是在一帮人面前 在你觉得 那些人对你有很多judgement 很多判断的时候 我清清楚楚 坦白 来一次坦白大会 说清楚就不行了 坦白了 他现在坦白了 坦白了 他没有隐瞒什么 可能阿嘉豪说 不是这样坦白化 是照着柴 有什么尴尬的事 说清楚 如果那些人肯来就行了 嘉豪又是说回我一句 你结婚摆走 就是一个宣告 有个方法 写一封信 就是说你用文字去表达 是的 你可以给苏博士改一改 解决了这些人来不来的问题 因为文字你就容易一些 以及容易打动的 军科欲律就是 在感情关系上 你的表达就是说 我的沟通是 诚实 坦诚 一五一十 将心意尽数 是这样 come clean 但是阿嘉豪 这个就会有个个人主观的愿望 你认为come clean之后 个人都ok的 结果 但是文字的魔力你是不知道的 你怎样魔力都好 怎样什么都好 你以为讲到怎样情之以准 就是言辞狠切 我给你一支笔打动的 你一支笔真是厉害 又要给你改 或者你一支笔 始终会有一些人 他的心里面 是那种恨意 是消除不了的 大家都同意这件事 你不理我 我已经跟你坦白了 我就不再理你了 我尽力了 是的 我不理你了 大家聚在一起 说好 或者只说说一方信 对这个仇众都是同一的 但是我就主张逐个夹破 个人的性格不同 他的性格弱点在哪里 啊 我开心 你拜 这个是写信 只不过是逐个写这件事 你觉得是可以的 不是我只是照着你说来拜 刚才想着 收尾这句话 是咬了整大半个钟 终于我提出这个 终于可以有些认识 怎知苏根之还要加一句 我就着你这样说 我就这样去modify 但我本质上 都不是觉得是好的 这个建议 Victoria写些信 苏根之会帮我改一下 嗯 如果他发来 wailoo.com wailoo.com 其实你的骨子里 你是不同意他走这一步的 所以要我帮你改 有点违反了我自己的意愿 但是朱福强是歪歪的 那他寻给朱福强 可不可以朱福强帮他改呢 唉 如果我又说这个 苏根之的财情 那些什么 我一定是 真的会会做 不过是这样的 Victoria 我想我可以说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这样 真的你走这一步 你想写信 那你给家豪 是吗 给哪一人 Sally 我们网站 在这里 我相信到时候 我们一定有人帮他的 OK 好好地生活 接下来 二三四五 你听到会有很不同的回信 可能一样啊 我又 又叫你结婚那位 麦芝华 到千万不要听麦芝华说 他是老点派 麦芝华是老点派 蘇根捷说不是 蘇根捷说你叫他结婚是老点 他说麦芝华叫他结婚 另外还有一个就说 时间会治愈一切 这个是终极老点派 明天有我的回信 明天再见 每周为路 心谈解忧 为路不随乱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长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一直温惜 说服自己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人潮涌涌起 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长都随你去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愿意天涯海长都随你去 我愿意天涯海长都随你去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我愿意天涯海长都随你去 你去相信会在一起 我愿意天涯海长都随你去 我愿意天涯海长都随你去 你去相信会在一起 虽然心太急 更害怕错过你 爱真的是要勇气 来连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是要勇气 只相信会在一起 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请到 WAIL3O.com 惠露.com 收听PodcastYouTube深谈节目 惠露不取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